有请主持人 涂美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雷 来 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 白燕怡 主持人 吴斌 主持人 柴子璐 参与节目评论 请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速号 来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曾经 我不愿失去那道光环 它在一点点前进 而我在原地踏步 走啊 我变得霸道强势 她受了很多委屈 那天 她终于爆发了 她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我意识到我有多过分 老婆 对不起 你的离开 让我醒悟 掌声有请今天的被制线人 蔡美佳 陀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观众们大家好 请坐 谢谢陀老师 你多大年纪啊 我31岁 这是你的 老公 应该比你大不少吧 大14岁 他跟你道什么歉 我们俩是在一起10年 他是一直特别霸道那种 然后去年的时候 他又迷上赌博了 他那时候把我家 所有的继续都输了 然后我发现的时候 就太失望了 离开他了 咋后来又回来了呢 后来他去追我 就是千里追妻那种 那又把你追回来了 你还是蛮好追的嘛 过程也很难的 也追了好久 他也改变了好多 掌声有请志仙人李扬 陀老师好 蔡美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请坐 谢谢陀老师 你是几婚 二婚 上一段婚姻方便说 什么原因分手的吧 工作原因 工作呢是下工地 我是在公路段上班 当测量科科长 然后当时就是 长年的在外 一年回家的一个月 两个月就不错 有孩子吗 第一段婚姻 有孩子 跟你 没有 跟前妻 哪一年跟他认识的 2009年那年 我是在公路段上班 当测量科科长 然后我们修公路嘛 就修到他家那个村屯附近了 我去了得招小工啊 他就来给我当小工来了 他 当小工 对 小工是干什么 就是我是测量嘛 看一气 然后他去立个尺啊 扯个尺啊 他凭什么给你做小工 他又不是干这行呢 他就是打工 你还干过这个 我是15岁就出来打工 就各种零工 然后就这么的 工程三个多月就结束了 我们就分开了 那时候就是印象中 小姑娘就挺能干 别的没什么印象 就就此别过 大概多长时间 你有两年多吧 两年 两人都没联系 没有什么联系 就是当时有个电话号 他是逢年过节了 群发那种祝福短信 就这么的 算是有那么丁点联系吧 那两年之后 怎么又碰上了 我们分开之后了 我就继续打我的零工嘛 那时候就在北京 就动物园卖服装 然后他有一天 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我就特别惊讶 这个电话 就有点颤抖的那种相机 颤抖 为什么要颤抖 我害怕呀 你害怕啥 因为他曾经是我领导啊 我就觉得 这找我能有啥事呢 然后我就接了 接了之后 他说他来到北京了 然后他想去学习 但是他想找个便宜点的旅店 找不到 说问我能不能帮帮他 他怎么知道你在北京呢 他一时候 我们不有QQ什么的 我老是发那种空间 就这样我们又再次联系了 去北京闯到 是准备干点啥呢 当时北京有个皮雕会 皮雕啊 你想去学皮雕 对 我就特别喜欢 以前就是特别喜欢 当时去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的 这大北京也太大了 我地铁都没坐过 我一看这愁了 那个时候就是想着 到北京能闯一闯嘛 想想谁也不认识 就唯一就是他 刷到个空间 说这个电话打不打都纠结的要命 然后 两年之后找别人第一件事 对 找宾馆 然后我就算了 我就找他吧 哎呀纠结的要命 那也得找啊 行怎么好上了 后来是这样的 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了 我说这个小姑娘怎么哪儿都好啊 反正在我心目中能用上的词都能用上 什么阳光啊 阳光 善良啊 善良 善解人意啊 好看啊 就全都能用上 后来我都管他叫蔡真豪 蔡真豪 没事我就说他真豪 那会儿你离婚了没有啊 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去北京闯荡 一年就离婚了 他追的你是吧 他追的我 他怎么追的你呢 他可笨了 一开始我都不知道 他就是总是偶遇偶遇 就是见面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就是总跟我见面那种 怎么偶遇 我一下班要出商场 那时候他就走过来了 哎 你在这 我路过呀 我路过 就见面了 然后一开始总是这样 说一句话就各自分开了 但是总偶遇总偶遇 有的时候他就说 哎呀吃点饭吧 我饿不行了 你反感吗 有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不是那种恋爱的年龄 你那会儿也没谈过 没谈过 那怎么后来就越看越顺眼了 后来接触时间长了吧 我发现他有那么点小优点 什么优点 和他聊得来 我说什么他都懂 博学 跟我来比是那种 然后还挺细心的 就是好像知道 我什么时候渴了 就会给你水 主要是我想不到 他还善良 他还善良 这是我想不到的 因为我看他那种不像善良的人 我本来以为他都是个不善良的人 我看他不像长得 他哪善良呢 他是那种 就是最简单 会扶老太太过马路 然后最打动我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 我俩从地银行的 我俩从地铁出来嘛 然后看见一个母亲领着一个小宝宝 还拿好多东西 其实我们是离得好远 然后他就直接跑过上去 帮那个母亲拎东西 就当时那个心就觉得 这个男人还是挺好的 对陌生人都那么好 要是我和他在一起 应该对我也能不错 然后在我内心嘛 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领导光环吧 科长的光环 对 认识他的时候 他管着我嘛 还管着几十号人 然后可能有那么一点 就是几个月几个月 半年多我就同意了 他有正式地向你这个求爱吗 不算太正式 我俩吃着烤串 他就说 哎呀要不咱俩好吧 就那种 你知道他结过婚吗 知道 你不在意 心里也挣扎过吧 也挣扎过 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 当时身边没有人追你吗 当时不光有人追我 还不少呢 然后家里还有人介绍乡亲 我是那种农村嘛 家里条件不好 我排行老二 我是从小就出来打工 刚刚说的15岁 就一直一个人在外面 所有的都靠自己 就感觉和同龄人 有点聊不来吧 还是喜欢大叔 成熟一些 成熟一点 你当时追他的时候 你内心是自信的 还是自卑的 自卑的 就在这摆着呢 咱比大14岁 我老那个时候工作也不做了 你看我这长得还渴着 我这我也不敢了 时间长了 心里边有惦记了 反正一直也不敢说 身边朋友都知道了 说你得追 就劝我 你得追 你知道有这么事 你追上了 恭喜你追上了 是不是幸福后半生 高兴不 高兴 高兴了以后开始创业了吧 做皮雕 反正从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开始高兴 他的苦日就来了 怎么说 那个时候 刚做皮雕的时候 我就像磨蹭了似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 天天的上网吧去 查资料 找免费的教程什么的 人家边上都打游戏 我查资料 回家了之后 我们两个条件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到北京的时候 没什么钱 就那个两万来块钱 工资呢 他一个月是三千多块钱 完了我这皮雕呢 每天做每天做 也没有收入 那时候你们俩住一块了 住一块了 我们两个住宿的条件怎么样 出住屋 一开始的时候 住个二十多坪的 后来几个月之后 我一分钱都不挣了 没办法 我们搬家吧 搬个十二坪的出住屋 那屋子特别小 十二坪就摆上床吧 完了冷 私下透风 冬天的时候你倒杯水 第二天早晨醒了想喝 里边带冰茶 我觉得他一直在跟我吃苦 然后反正生活越来越不好吧 因为我一直都不赚钱 我就在那 专心之志地 雕啊雕啊练了练了 然后后来 吃饭都成问题了 那时候记忆最深就是 他下班了 上那个面馆打包碗面 然后告诉老板说你 麻烦老板你多给我点糖 老板说你为什么要多要糖了 他就告诉人家 说我愿意吃你家的 带我家路远 带回去会土啊 其实怎么回事 拎回来之后再放 放点挂面 我们两个就能吃饱了 你后悔过吗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后悔 那时候还 那什么时候后悔过 就是在我们慢慢 好一点的时候 反而后悔是吧 但那个时候至少你感觉到 他需要你 你还是有价值 是 对不对 虽然过的是苦日子 但我是被需要的 对 那么在那段时间 他这个不挣钱 天天在那钻研皮雕 你看得到希望吗 那段时间 其实我也觉得 那个东西 以前没接触过 也挺渺茫的 也不知道 但是他想干 我就想 既然两人在一起 我就想支持他 他是一直都在那 认真地学习皮雕 还是说有一段时间 看到没有起色 所以他就很萧条 有 过了半年多吧 然后他就一直不赚钱 然后我赚的钱 就是供不上他那些 买工具的花销了 你还供他买工具 对 因为他那些继续花没了 就全靠我那三千多 然后他就开始自暴自弃了 干嘛呢 他那时候 每天还是去网吧 但是不是学习了 他去打游戏了 我俩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他就会天天喝酒 喝得五米三道那种 那你会跟他吵吗 不会 那时候反倒安慰他 我说你溜达溜达吧 散散心吧 别搁家窝着了 老师娘安慰他 就那时候的想法很单纯 我挺心疼他的 我就觉得这么大一个人 然后也努力了那么多 没什么成果 就做别的呗 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 但是他老是放不下他那脸 他说 他当过科长 然后当过领导 现在在这能干嘛 就能出点苦力 他老觉得丢人 他就不去 那个时候他苦到什么程度 钱几乎都是给我了 他那个时候 上班一天 他就是用喊 他得喊卖服装 在动物园 9块9 9块9 老板进屋看看 我拿货 喊一天水都不舍不得喝 有一天我喝的迷迷糊糊的 对着他 在城中车里边走 走了一段 我一看垃圾堆边上 有一个玩具 就是他 我捡起来一看 这也没坏呀 哪儿哪儿都没坏呀 就是买它点 噗噗噗噗 我就捡鸭去了 到家呢 小屋这没地方放 就顺手扔在床上 扔在床上我就睡觉 下班回来 看着床上有一个玩具 他就跟我说 他说哎呀 这什么玩具呀 我说我捡的 我一点都没隐瞒 我就说我捡的 他说你在哪儿捡的 我说在垃圾堆捡的 然后他抱起这个小娃娃 左看右看的 就上那个厨房 拿这个水去擦 擦一擦回头 看我笑一下 快一会儿又哭 然后再过一会儿又笑 然后我说 挺大的老爷们 你都让他吃不起饭 这东西还 还那么重 第二天 他上班去 我就开始 我就出去打工了 就不要脸了 要什么脸 这娃娃还在吗 在 一直在 所以你觉得这娃娃 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幸福 首先 他那娃娃 我很感动 就是我觉得 当时我们那个生活 和他那个心情 他还能想着我 然后给我拿个娃娃 然后那天过后 他也改变了 就出去打工 出苦力了 就做什么工作了呀 什么工地 搬砖 养撒的 保安 送矿学生 我都干过 你家人同意吗 不同意 你家人肯定不同意 肯定 你爹妈大概多大年纪 62和63 你们家就你一个 我还有哥 我哥比我大十岁 你父母有多反对 超级反对 超级是有多超级 你犯过根本性错误吗 犯 经常犯 经常犯 我烦人 他可能不知道 我说的根本性错误是什么 我指的是背叛 没有 哦 那你犯了什么根本性错误 说我听听 我知道 在北京 后来打工 赚了点钱了 我们两个就攒了点钱 攒了三万两万 我说 我说打工太难了 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想着 我说你别让他打工了 他太辛苦了 我说他俩 干点什么蛮蛮吧 后期其实 他卖服装吧 他卖了那么多年服装 肯定是有经验的 然后就找了个商场 租的铺着 就把这服装店支起来了 他经验在呢 然后他负责进货 他负责定价 他负责卖 我就负责拧个宝 就生意好了之后 完了我就变了 我就开始啥啥都管 我就一直认为 你看 我往这一站 是不是这领导的队呀 我要是不提出来 做这服装店 是不是咱这小日子 不能说往好走 我就说 我说 以后进货 你得听我的呀 当时就进了一批 中国风的货 他说不行 他说我们那个 受众群体小 我说怎么就不行呢 服装店我都能开行 完了就进了一批货 就那批货 卖的特别不好 中间他说咱调吧 调也不行 那指定不行啊 你不是在否认我吗 帮我拉起来 我去帮你帮你帮我